在今天 英国政府宣布对前首相卡梅伦 涉嫌不正当游说政府官员行为展开调查 卡梅伦代理对象是格林希尔金融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业务涉及为中兴还有华为融资 在今天 台湾政府表示 25架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入侵事件 美国国防部发报告说 美军售台400枚标枪飞弹以及42套系统 将会在2022年疑似全数运交台湾 拜登将会在今天与两党议员开始讨论2.3万亿基础设施提案 而这个法案还包括改变区化法 让全美成为多元化社区 路透社认为 这是从自由市场到政府管控的一大转变 拜登的临时金融监管机构正在用速战速决的法律手段 逆转川普对华尔街金融业友好宽松的政策 这为华尔街大佬们敲响了警钟 在阿里巴巴集团接到中共182亿天价罚单之后 今天 蚂蚁集团再次被中共四个金融监管部门约谈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关注希望之声TV 我是小兰 今天是4月12日 台海局势再次升级 在今天 台湾政府表示 包括战斗机还有核轰炸机在内的25架中共军机 在今天进入了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入侵事件 台湾国防部今天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 发布了中共军机动态 一共25架中共军机绕台 分别为2架运8反潜机 1架空警500预警机 4架殲-10 14架殲-16 4架轰-6K 其中4架轰-6K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 台湾国防部派遣了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导弹追尖 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对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行动表示关注 他同时也警告说 任何人试图通过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现状 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美国国防部最新的预算解冻报告中指出 美国军售台湾400枚标枪飞弹 以及42套系统 将会在2022年一次全数运交台湾 到时候可以有效地强化台湾的作战力 这款飞弹有效射程最高可达2500公尺 最大射程为4750公尺 其摧毁力强 有着战车杀手之称 另外 去年川普政府对台军售武器当中 其中还包括11套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这都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有评论文章直呼这款武器说白了就是非反登陆作战 在昨天 海军新闻文章中表示 如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新型精准打击导弹射程 能达到480多公里 将意味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可以从海上的舰艇发射导弹 不需要用登陆舰艇船 登陆小艇 或者是轻型两栖战斗舰进行抢摊登陆 据美国在线杂志《防务突破》报道 陆军爆出了一个机密数字 洛克希德公司的这款新型精准打击导弹 据说射程超过500公里 足以从舰艇上直接发射 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在昨天报道说 拜登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的重点是 解决全国各地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 但这份庞大的法案还涵盖了大量的其他开支 其中一项就是多元化社区资金 在拜登的计划当中 多元化社区是通过改变区化法来实现的 白宫发布的《概况介绍》中写道 数十年来最小地块面积强制停车要求 禁止建造多户建筑公寓社区区化要求 已经抬高了住房还有建筑成本 拜登呼吁缓解全国性的经济试用房短缺问题 推动地方政府允许在目前仅限于建造单住户住宅的社区里建造公寓楼 白宫说这项住房努力是消除州还有地方的排他性区化法律的创新方法 路透社认为这是从自由市场到政府控制的一个转变 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说 拜登的计划甚至指定了哪些工人会从这样的住房项目中受益 在今天 拜登将会与两党议员开始讨论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路透社的报道说 尽管有包括苏珊·克林斯还有罗姆尼在内的10名参议院共和党人 表示愿意跟民主党人合作持开放态度 而他们的支持或许可以让这项政策获得通过 但是报道也说 这项提案还是会来自共和党人的猛烈抵抗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会议发表的三页备忘录 基本是否定了拜登的基础设施提案 认为这是一项遏制就业充满党派色彩的计划 是用纳水人的钱来赚钱 而且这个计划真正用于道路还有桥梁建设的资金支出 仅占了整个计划的5% 据路透社的报道 拜登的临时金融监管机构正在用速战速决的法律手段 逆转川普政府推出的对华尔街金融业相对宽松还有友好的措施 他们声称 这些已经被叫停的十多项川普时代的措施 侵蚀了消费者保护 削弱了执法 妨碍了公平借贷 在上届政府中 川普任命的金融监管机构 放宽了几十项规则 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已经过时并且损害了就业 而在今年的2月份 华尔街的证券监管机构 恢复了大约30多名高级执法官员 独立传唤公司还有个人获取记录 或者是证词的权利 让他们可以在没有得到高层批准的情况下 就可以对华尔街大公司展开调查 这个机构还撤销了川普时期 允许华尔街金融公司在监管机构 调查期间继续开展业务的政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民主党代理主席埃利森·李表示 恢复执法人员的调查权 是为了使他们发现欺诈 或者是不当行为的时候 可以迅速的采取行动 华尔街的金融巨头的律师们表示 这些快速的变化 已经在华尔街金融业中敲响了警钟 金融业不得不迅速的适应更加严格的新制度 并应对未来可能的法律挑战 曾被川普政府削弱权力的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新领导层 最近也是高度活跃 在短短的几周内就做出了一些政策改变 比如在上个月 劳工部就表示 不会执行川普政府时期的一些政策 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确保工人的储蓄 能投资在最佳的基金 在今天 英国政府宣布对前首相卡梅伦 涉嫌不正当游说政府官员行为 展开调查 卡梅伦代理对象是格林希尔金融公司 这个公司的业务涉及为中兴还有华为融资 英国政府表示 这个案件将会由英国内阁办公室的律师 博德曼协调 卡梅伦自称没有违反任何游说规则 但是在昨天的声明中 卡梅伦表示 自己应该通过正式渠道 与部长们取得联系 格林希尔公司 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帝国公司 这家公司在2011年成立 通过供应链融资的业务 使业务飞速的发展 这个公司在今年的3月份倒闭 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说 这次调查将会聚焦格林希尔的供应链融资业务 这项独立调查还将调查申请人 如何获得合同 以及其业务代表如何与政府接触 发言人补充说 这个事件引起极大的关注 因此首相约翰逊呼吁进行审查 确保政府对此类活动完全透明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格林希尔宣布破产前的数个月 卡梅伦就游说英国政府 希望格林希尔公司能得到英国政府 为了应对疫情而发放的企业贷款 但英国央行明确拒绝了将格林希尔 列入疫情的救助对象 另外呢 卡梅伦还给英国财相苏纳克 和其他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发了短信 希望让格林希尔公司参与政府的疫情企业融资机构的计划 卡梅伦是在卸任首相两年以后 开始担任格林希尔的顾问的 按照当前英国法律 高级公务员离任以后两年内不能进行相关的游说 所以卡梅伦说自己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但英国另外一位首相布朗表示 前任首相绝对不能由于商业目的对政府进行游说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公共服务 卡梅伦就任首相期间 曾大力倡导加强中英贸易合作 极力促进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 他在2015年接待习近平的时候 把习近平带去自家附近的酒吧喝酒吃炸鱼 卡梅伦卸任一年以后 他领导了涉及中英合作的英国政府投资计划 他负责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投资与中共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 签署了大批的投资协议 但是后来很多项目都被发现是虎头蛇尾 目前英国跟中共由于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华为5G等等问题关系紧张 中共也在反制英国 所以卡梅伦被调查事件也尤为的引人关注 在阿里巴巴集团接到中共182亿天价罚单之后 就在今天 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 被中共四个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 要求蚂蚁集团纠正支付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 断开支付宝与花呗 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链接 主动压降余额保余额等等 4月12日 中共央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还有外汇局等四个金融监管部门 再次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 中共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 整改方案要求蚂蚁整体设为金融控股公司 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 全部纳入金控公司接受监管 要求蚂蚁打破资讯垄断 依法持牌经营个人业务 遵循合法 最低 必要原则收集和使用个人资讯 保障个人还有国家资讯安全 潘功胜还称 蚂蚁要严格落实监管要求 认真整改违规信贷 保险 理财等等金融活动 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 要求管控重要基金产品的流动性风险 主动降低余额保余额 在去年年底 中共央行金融管理部门 约谈了蚂蚁集团 说蚂蚁藐视监管要求 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 并提出了五项重点业务整改要求 海外知名政经观察人王健 在4月16日的直播节目中就表示 马云商业帝国遭遇中共连续打击 显示了马云的麻烦远远远没有结束 王健认为中共对阿里巴巴还有蚂蚁集团 不断展开的打击行动 似乎在提示投资者要站得离马云远一些 那么就在上周六 阿里巴巴接到了创纪录的28亿美元罚单以后 腾讯音乐还有美团等竞争对手的员工 担心自己所在的公司将会成为 监管者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 我是小兰 节目是由小楼制作 在这里也感谢朋友们为节目的留言 来支持我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